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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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在活动现场啊 整个都洋溢着春节喜气洋洋的气氛 那今天的活动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故宫 故宫 宫廷文化和德纳斯携手举办的《宫里的世界》主题快闪店活动在三个城市巡回 以西安为起始 途经重庆 现在到达了南昌 活动一开始就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 古色古香的宫廷文化各系列产品受到了很多市民的青睐 你喜欢哪些东西比如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 会喜欢这些绣品 对 为什么会喜欢 因为特别有中国风 你买了什么 想买这个什么 对 我感觉这个好特别啊 毛上手也很有质感 这个口红还是蛮好玩的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口红 我们来问一下工作人员 是 里面带有薄金可以被人体吸收的 而且他这儿还有带系列式 可以把玩 像我们平时每次手也会玩 然后怎么样 感觉今天这个活动来到现场有什么收获吗 感觉里面很多的故宫文化 然后都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些一些产品啊 你是来选锅的吗 是啊 这么年轻喜欢播剧的人很少啊 因为我喜欢见牛排平时 听说这个董大师厨具的厨具呢 特别坚固 然后这样特别好 然后煎牛排呢 而且不粘锅 还好像很有研究的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来选 然后过年的话想给我父母煎牛排 想问一下咱们商场怎么想到 来策划一个这样的活动呢 因为去年刚好是 我们新中国其实是华旦嘛 然后刚好又是逢春节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组织和协助的话 一起给我们周边的顾客 带来一种祥和的年的一个味道跟氛围 刚好的它也是一个故宫文化的一种展示吧 对 除此之外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全球顶级四大选美赛事之一 地球小姐的人气嘉丽现场秀厨艺 市民可以在御膳坊区域 与地球小姐进行厨艺大比拼 赢得比赛后还将有机会获得 国潮厨具 宫廷一品锅 事事如意系列 作为祭祀活动的指定品牌之一 您们是怎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呢 因为名誉识为天 德纳斯为老百姓的饮食事事相关的一个企业 这时很有幸能够与故宫宫廷文化 联合推出国潮厨具 宫廷一品锅 事事如意系列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同时也抑郁着新的一年里能够事事如意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你怎么会想到用宫廷文化这个元素 来推出这个系列呢 因为这次活动能够与故宫宫廷文化合作呢 一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用潮流的玩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据了解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21号 在南昌的你一定不要错过这场潮流与文化的盛会 南昌红古滩新区联发天红优家广场 邀宁一起进攻过年 春节即将来临庐山的雾松雪景兵分上演 吸引中外游客分治他来 1月19号第二届庐山天下优冰雪嘉年华主题活动 在庐山滑雪场拉开帷幕 此次冰雪嘉年华主题活动 首次整合大庐山冬季旅游资源 串联山上山下景区景点 以滑雪 赏松 炮拳 官鸟四大热点为特色 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本届活动在江西省内首开一站式冬季旅游线路先河 成为游客来山冰雪深度游首选 活动当日来自广东湖北福建江西等地游客 在庐山滑雪场开心开华 刚好来庐山 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滑雪场 就毅然而然决定来了 庐山冬天雪景非常美 因为南方下雪非常少 有一种北国风光的感觉 整个就特别享受感觉 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 就特别刺激吧 在庐山滑雪同时感受到这种东山如玉的感觉 在中国的话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美景 无数我第一次看到在中国 庐山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到 燃烧到这个气氛 燃烧到人们的热情 燃烧到你们的欢迎 这是最重要的 我很满意感谢你们庐山 本次嘉年华还结合 云游江西约会寒假活动 为学生游客带来 免除庐山大门票的特会政策 各大景区 酒店 餐厅 推出超值套餐 旅游消费性价比大幅提升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近日 干州首家空中高流景区 江西昌干紫云山景区 在惠昌周田镇举办开业仪式 江西昌干紫云山景区 是惠昌今年重点打造的高品质旅游项目 景区内的空中玻璃滑道 格外引人注目 滑道全长1288米 落差78米 离地面最高处24米 途中有三处360度回转 充满惊险刺激 空中漂流不受季节限制 冬天也可以体验 除了空中漂流 景区内还有悬崖鞦韆 高空滑锁 吊桥等多个体验项目 目前 吉安部分景区 推出了门票五折的优惠活动 2020年3月31号前 乘坐高铁到吉安旅游地游客 凭本人高铁车票和身份证 5日内到全市4A级以上收费景区 就可以享受大门票五折优惠 遗展千重景 新年再进百尺干 近日 江西大绝山景区集团 召开2019年度营销大会 一直以来 大绝山景区集团坚持推优质形象 做精准营销 稳全面统筹的原则 2019年 景区接待总体量持续上涨 2019年 我们大绝山景区 基本上接待的总体体量 是在120万人次 然后我们的这个 营收总体的收益是在1.6亿元 另外 在此次会议上 大绝山景区还向所有参会嘉宾阐 阐述了大绝山未来的发展规划 以及即将上线的新项目 我们大绝山景区集团呢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的项目内容 进行了这个二期的开发 整个二期呢 就是有两个比较拳头的核心产品 第一个就是渡滚观光车 这个渡滚观光车呢 我们被称为就是越野版的和谐号 它是运用中车就是动车的技术 然后在山体进行一个爬坡穿行这个高山 进行一个原水深渊的观光 目前呢这个项目呢 我们的总体投资是3.6个亿 预计是在2021年的6月份 正式对外营业开放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针对冬季的短板 我们还开发了大绝高空温泉 我们这个温泉呢 提出的概念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温泉是在半空中的 叫做空中温泉 等于是给你在半空中 进行一个泡温泉的体验感 这个也请大家期待 我们会在今年就是2020年的 6月份到8月份 把这个项目正式往外推出 现在很多大型商场超市为了吸引人气 招揽顾客 往往都会在场内设置一些供孩子们游玩的游乐设施 这些设施既可以让家长们有地方休息 孩子们还能够玩的开心 因此呢 是颇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游玩 一旦孩子受伤又该怎么办呢 最近 南昌市的陈女士就向风暴眼栏目反映 前不久 她带着女儿在南昌市朝阳州天红商场游玩时 意外发生了 7岁的女儿一不小心被商场里的游乐设施给弄伤了 而且还上的不亲 我当时那边有好多个 差不多几十个这样的箱子 然后她的那个木马她从踩上去的时候 这个就突然塌掉了 塌掉了 然后她就屁股可能就坐到这个钉子上面去了 当时就出了好多血 今年元旦 陈丽带着女儿陈丑在南昌市朝阳州天红商场内游玩 在商场三楼的一个免费游玩区 放置了一些给孩子们玩的木马 而意外就是陈丑在骑乘木马的时候发生的 孩子她坐着那个木马上面 木马很高大概一米五左右 她够不着她下来的时候就踩着这个箱子 当时也是踩这个箱子上去的 突然这个箱子它塌掉了 这个就是陈丑当时踩她的木箱 如今已经是四分五裂 而且箱子的残片厚度都很薄 更加危险的是 在每一片木板的衔接处都嵌满了一排排的铁钉 陈丽告诉记者 事发时她离自己女儿的距离不到两米 赶这么近的距离 依然无法阻止这场事故的发生 我就在孩子旁边 对于这个踏板踏下来 突然塌掉了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去 让这个踏板不掉下来 不知道吗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陈丽陷入了无比的恐惧中 我当时特别害怕 然后特别害怕有事 我也不知道孩子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非常紧张 脚都软了 整个差不多有三天 没有合过一下也一直在医院的急诊 和在那边守着 事发后陈丽和商场的工作人员 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 经过诊断 孩子的身体有错伤 而且还导致了腹腔出血 在陈丽看来 在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这方面 这家天红商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对这件事我觉得非常深情 因为他们在现场 没有任何的安全引导员 工作人员 也没有任何指示牌说 这个不能玩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玩 如果不是我家孩子出事 也有可能是别家的孩子出事 我相信放在任何一个家长身上 除了是孩子的家长 都是很难受的 陈丽认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天红商场理应承担孩子 受伤治疗以及后期康复 所产生的相应费用 那么对于这件事 这家天红商场的态度 又是怎样的呢 他给我的回应就是指 承诺已经产生的检查费用 和后期可能产生的检查费用 对于营养费或者是 其他的这些费用 他认为这不是他们承担的范围内 他认为他们不改负责任 当记者和陈丽再次来到 这家天红商场的三楼的事发地点时 发现当时孩子骑成的木马 和地上的箱子已经被撤走了 现场空空如也 而在一些剩下的游乐设施上 也已经贴上了警示和提醒字条 随后记者和陈丽一起就此事找到了这家朝阳州天红商场的相关负责人 不是箱子出现质量问题 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那个 它那个箱子呢 它是一个美成道具 它是拍照用的 然后不是用来踩 就是用来垫脚 骑上那个骑上那个路马 其实因为事情发现以后我们就关注的是小朋友的状态 然后就是看看他的他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就特别抱歉 然后呢 现在就是想说 如果是他小朋友的这个有什么任何的医药费用 这个我们都是承担的 当记者问到关于儿童在商场内的游乐设施游玩时 商场有哪些相应的措施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时 刘冰瑶是这样告诉记者的 首先的话 可能我们都会有个定期的人员的巡视 然后呢 那个游乐设施的话 也应该是安全隐患 应该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 然后我们有人员的巡视定期巡谋 然后的话也会就是 就是会有做一些一些提醒的标识语 然后的话一般的话家长也都会在旁边 旁边会去看着嘛 他表示天虹商场会承担陈陈全部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但是对于陈丽提出的由此产生的营养费物工费等 希望他出具相关资料证明才能给予赔偿 物工费今天赔偿就是 比如说是多少嘛 你这个都是有工作证明啊 然后什么这个工资证明啊 这个我们就是是耽误了您多少您的这个评价 这个都有有证明的 那我们就按了这个去赔偿 陈丽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说 朝阳州天虹商场同意一次性赔付9000块钱 对于这样的结果陈丽也愿意接受 事情虽然看起来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也许更值得让我们深思 上场内的公共游乐设施究竟该由谁来监管 如何才能有效的保证孩子们在商场游玩时的人身安全问题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我们风暴眼的旅游投资通道已经为您开启 您在旅途中碰到任何的问题 麻烦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爆料电话0791883010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